在今天中午的溫度都明顯偏高 臺北市的溫度最熱 到達了三十三點八度的高溫 而在臺中呢 三十二點八 到了高雄呢 三十二度 那我們來看什麼 來看看這個禮拜的天氣状況 什麼時候會有變化了 先來注意到 我把這個禮拜分成了四個階段 來告訴大家 第一個階段 就在明天後天這兩天的時間 封面雲帶的略微的往南移動之下 在北部跟東半部地區呢 時有時候會有一點點的短暫雨 因為封面的結構體並不好 所以只有零星的一些降雨出現 但高溫的部分 仍然都維持在三十二度的高溫 所以中午的時候 一樣要注意到補充水分 還有一點防曬的工作不能少 但到了禮拜四呢 封面的水氣結構比較好一些了 北部跟東半部地區 有一點短暫雨了 但在中南部來說 仍然是天氣晴朗 接著到了禮拜五 封面開始逐漸的離開了 天氣好之下呢 溫度狀況來說更高了 高溫的部分可以上看到三十三度的高溫 在五跟六兩天的時間 而到了星期天呢 天氣晴朗之下 到了下午的時候 反而開始會有點 霸佛出現 主要是在山區的部分 那最近的這段時間來說 西半部跟外島地區 在夜晚到清晨的時候 都有局部霧的狀況 所以晚上能見度差 要注意囉 我們來看一下真實色彩的雲圖 這張雲圖當中可以注意到雲層的發展 山區在下午都有一些雲層發展 而在平地的部分呢 今天白天的時候 有一些高空的雲層在通過 那溫度形態來說 隨著風向偏著西南風的影響 各地的溫度都偏高 所以在中午的時候 你會感覺到就像夏天一樣 熱的天氣 而在華南這邊的水氣發展量來說呢 因為非常的零星 所以整個天氣型態來說 在明天白天仍然各地是屬於天氣晴朗 但到了週二晚上 到週三的清晨的時候 有一些雲帶在通過的過程當中 北部地區倒是會有局部飄雨的機會 接著來看到衛星雲圖了 雲圖上可以看到 整個封面的結構體非常的不好 所以相對的只有零星的降雨 而且北方高壓偏弱 所以封面沒有往南移動 目前來看要等到了禮拜四 整個水氣結構發展 在西南方這邊的水氣開始移動 怪眾 降雨狀況在北部地區 在週四這一天 才會多一些好處什麼 高溫略為下降 不過到禮拜五 封面前半段走了 後半段往北抬升了 我們又回到偏熱的天氣 接著就來看一下地面天氣圖了 地面圖可以看到 一個微弱的滯流封面 北方的高壓 還在高尾度逐漸的東移 那來看一下溫度的狀況了 在溫度形態來說 外島地區的話 夜晚溫度舒適偏涼 但白天的時候 馬祖雲多要注意低雲的影響 有霧的狀況 金門是在夜晚有點霧 澎湖多雲事情 台灣本島部分 北部跟東半部地區 會有一點點零星的降雨機會出現 而在中南部來說是天氣晴朗 小叮鈴兩件事情要提醒 悶熱的天氣 記得要補充水分 西部外島夜晚有霧 晚上行車方面要小心